我是车主杂志的Hoda 我想请问两位在疫情下出的比赛 有什么最大的挑战呢? 谢谢 首先我们比较一下 你现在隔离了多少人在香港 因为比赛 我还没去到三个数字 我听说你已经超越了这个大关 已经去到112天了 100多天其实都不是开玩笑 有点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不是全职的车手 大家都有家庭或者工作在身 其实牺牲都相当大的 比如你说 举例我上一场 我在法国完成不了的赛事 DNF 其实我开了两个弯 车就掉了 两个弯 一个圈都未够的赛事 那便又要回到香港隔离了 所以 其实 你每一次出发 你都要平复你的心情 就是绝对是有 有机会 有这个可能性 你完全是空手护而回的 那当然 你说每次拿着杯回来 那当然是开心 但是上一次就是这个经历 就是心理上一定要是 是 manage到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 大部分车手 其实是真的有很频密的锻炼 任何一个 professional driver 其实他真的每个星期都在载车 不是大车就是小型卡仔 以前当我们是有难力的时间 可能是每个周门 我们都会在澳门 或者在珠海去连车 但是你现在问我 究竟小型卡仔 是怎样去打的呢 我想都答不了你 因为实在太久 没有见过这件事 我们在香港练习 其实是受了很大的限制 有很多只是一个simulator 或者只是一个gym里面去做 始终都不是每个 可以像Russell Williams 有这么多人去帮他 又来台左一台 又去练习自己的core strength 这个是一个necler disadvantage 但是除了挑战是这样 我们都要继续去比赛 所以有不同的方法去push自己 for example Kevin和我 其实这个周末 就会多参加一场warm up the race 和spa没有关系的 但是都在spa同一个赛 就是希望藉着用真正的seat time 去弥补我们过去这几个月 缺乏和其他车手的对比 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将勤保持的一个strategies Hello Hello 我是车主习致Christina 我想问一下两位 自己的strength 在整个race line up 自己的strength 在整个race line up 是什么 还有怎么摆你们自己的出场序 去maximize到整对车的performance thank you 我们其实好在我们的line up 这四个人 Jackson Dillon Kevin 和我 对车和赛事都有相当的理解 所以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对号入座的目标 例如我们知道outright最薄的 不是厂手 是Dillon 他最年轻 火气最盛 所以有些位是他要出去拼搏 但是稳定或者是情况最挑战 需要有一个很成熟 很平衡的方法 那个厂手Jackson 可以做到 Kevin给我的经验要多 其实他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队友 因为他是一个很平衡 很平衡的车手 所以其实他和我 我们两个工作 基本上就是做Bronze车手 确保我们有一个差不多的圈速 但是同时间不要去撞板 不要去出错 其实刚才大家都听到 从Jonathan所说 和我大家分享的心态 最重要的是这场赛事 是不出错 而通常任何一个车队出错 或者出错的位置 通常都是Bronze drivers 你很少会看到一个高的 Platinum driver出事 反而可能是Bronze 或者Silvers 一下那个心态 或者他心目中觉得 我心目中的圈速 应该是2分21 为什么我走一个2分21 换出来呢 你只是看着那个标本 你看着那半秒 你的心态有多平衡 其实你是要自己去调节自己 你的心一跌 你那24小钟里面 一定会犯错 犯错就会有代价了 希望Kracine给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想法 这是我们自己去克服自己的安排 我先交换给Bronze 我补充多一点 因为其实这场赛事 有点特别的 24小时 你可以说 其实它是一个三段的赛事 因为 那个分数 是 头那6个小时 你的名次 你会有个分数 而12个小时 也会再有分数 还有最后24小时 你冲线的名次 又有分数去计算 所以其实是 你去 刚才你的问题就是 你怎样 plan 几时出现 这个Bronze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第一 去看一下 如何配合到最好 这个去达成 这三个目标 还有第二 就是本身的赛例里面 可能他都会要求 一个同级的车手 例如 头那6个小时 或者12个小时 是要minimum 持有多少个小时 所以就 有这些因素 去考虑 究竟什么时候出场 其实 其余的东西 我想Antaro 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Bronze Driver 就是最重要 不要犯错 因为 少少的错误 可能 你拼多一点 可能你牺牲是很大的 亦都影响整个 整个strategy 有机会 反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